有一輛貨櫃車在今天晚間接近九點的時候 行經國道一號南下七點五公里處五堵路段 這一邊疑似是失控衝破了護欄 結果摔下了邊拖 掉落在基隆中原抽水站這一邊 而且是不偏不移的壓道橋下正在行駛的轎車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貨櫃車的車頭 嚴重的扭曲變形 而被壓到的轎車車體的零件是散落一地 警銷貨報道場將兩名受傷的駕駛 趕緊的送一來治療 至於車禍的詳細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的調查離奇